对于英王查尔斯三世来说,即将于5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里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日子,不夸张地说,曾经的超级待机王储等这一天,正是加冕成为国王的日子足足等了快70年。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然而,如此庄重,正式的日子现在因为某些在外界看来,很难理解的安排恐怕要演变成一场狗血闹剧了。 随着加冕里日期的临近,关于加冕里的相关细节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 除了加冕里当天的行程安排,加冕里周末的活动安排,游行路线,加冕里宾客的着装以及王冠和权杖等细节,更多关于加冕里宾客的名单也被相继曝光。 4月21日,另一则很有意思也争议颇多的消息,王后卡米拉邀请了前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出席加冕里的消息,被多家外媒报道。 据邮报报道,安德鲁会坐在前排中央的位置观看前妻与国王一起加冕。 众所周知,在嫁给查尔斯之前,卡米拉与这位贵族军官有过一段持续22年的婚姻。 两人还有两个孩子儿子汤姆帕克鲍尔斯和劳拉洛佩斯。 据悉,安德鲁年轻时是个普雷伯,与卡米拉婚姻存续期间也不安分。 这位已经83岁的老头的一位朋友形容他非常无赖,对女人也总是非常淘气。 因此,在与卡米拉的婚姻中,安德鲁曾多次对妻子不忠诚。 当然了,关于这一点,卡米拉也没有资格置回安德鲁,因为他自己也不安分。 在与安德鲁婚姻存续期间长期出轨查尔斯。 虽然婚姻经营得很糟糕,但据悉,两人离婚后还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些年来也一直保持很密切,频繁的联系。 帕克·鲍尔斯一位朋友则透露,安德鲁和卡米拉经常会会面,他为他安排了那么多事情,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午饭,他一直在那里。 他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依旧是卡米拉的同谋。 与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礼比起来,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的加冕礼要精简了太多。 单就官吏嘉宾这一块来说,数量可是削减了不是一点点。 女王加冕礼时,官吏嘉宾邀请了八千人,查尔斯和卡米拉则邀请了不到两千人。 几天前,有外媒报道,因为人数的限制,查尔斯遗憾地表示,不能邀请女王的伴娘帕梅拉希克斯夫人参加自己的加冕礼。 94岁的希克斯夫人是查尔斯的堂妹,她的父亲是第一任缅甸蒙巴顿伯爵,也是菲利普亲王的叔叔。 多年来,蒙巴顿伯爵一家与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王室的大大小小的活动都落不下他们一家。 据悉,查尔斯年轻时也很崇拜他这位风流不羁的叔祖父,经常向他咨询恋爱建议,还曾想过要娶他的外孙女阿曼达克纳奇布尔为妻。 老伯爵去世时,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携全家人出席了葬礼。 希克斯夫人在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时担任过伴娘,还曾分别参加过女王和她的父亲乔治六世的加冕礼。 去年9月,女王葬礼时,老太太是坐轮椅参加的。 在收到不被邀请的消息之前,老太太本来还期望着自己能亲眼见证人生中的第三场加冕礼。 然而,查尔斯的助手却告知她不被邀请的消息。 据她的女儿英迪也透露,老人家听力不好,是她帮着传达了消息。 虽然很遗憾,但希克斯夫人并没有生气,并表示会继续关注加冕礼的盛况。 从这个角度分析,卡米拉邀请前夫见证自己的加冕也间接证实了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 嫁入王室18年,75岁的卡米拉一直很隐忍,低调。 不过,随着身份的提高,老太太和她的家人也终于开始高调起来。 加冕礼上,除了邀请前夫和自己的妹妹Annebel Elliott作为官吏嘉宾, 卡米拉的孙子,12岁的弗雷迪帕克·鲍尔斯和双胞胎外孙,13岁的格斯和路易斯·洛佩斯将与他的侄孙,11岁的亚瑟·艾略特一起为他提袍。 不要小看提袍这个小角色。 70年难得一见的盛世上,安排自己的孙子提袍,要知道,给查尔斯提袍的是乔治·英国未来的国王。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吧。 不过,几天前卡米拉的儿子汤姆·帕克·鲍尔斯在播客采访时,为了撇清沾老妈光的嫌疑,故意淡化这件事。 当主持人问到她的儿子和外甥给卡米拉提袍的话题时,汤姆表示,孩子们对提袍这件事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关心的足球队是不是输了球。 然而,无论怎样试图淡化,也否认不了卡米拉丰厚,他们跟着隐性沾光的事实。 可笑的是,在节目中,汤姆还就哈里王子在回忆录里形容自己母亲多年筹谋为王冠的指控做了回击。 汤姆直言,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也不会在乎。 这不是什么游戏,也不是谁能说的算的结局。 我唯一想说的是,他嫁给了他爱的人,事情就是这个。 要说,这里有点可怜的是哈里。 在与王室谈判失败后,哈里被证实将独自出席父亲的加冕里。 他的前美国女演员妻子梅根·马克尔在拿桥失败后,只能留在加州陪他们的两个孩子,阿琪和莉莉·贝特。 有王室专家分析,这正是王室乐于见到的结果。 4月23日有最新消息爆出,哈里的座位也被安排得特别靠后,在黎王室高级成员拾牌后的位置。 哈里被安排得靠后不意外。 毕竟,在Netflix纪录片和回忆录《备胎》中过足嘴以后,让他承受这个后果倒也不冤枉。 然而,换个角度看,作为国王的亲儿子,位置被安排在嘎拉,还有国王嫉子嫉女和嫉孙在旁边发光发热这个就有点悲哀了。 如果哈里的智商再在线一点的话,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境地,卡米拉一家独大,威廉王子一家单打独斗爱,猪队友。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英国报纸除了关注路易小王子迎来五岁生日之外,还将焦点放在了另外一位和王室家庭有着密切联系的年轻贵族的身上。 第七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修格罗夫娜订婚了。 这位曾经被英国媒体评价为最黄金的单身汉的男士,在和一位名叫奥利维亚亨森的女士秘密恋爱两年后,即将迈入婚姻殿堂。 威斯敏斯特公爵和奥利维亚亨森小姐很高兴宣布他们订婚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如此写道。 据悉,现年32岁的修是在自家位于柴郡的伊顿庄园,向奥利维亚求婚的。 声明中还介绍说,奥利维亚在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食品公司工作。 而据进一步的消息称,她是一名客户经理,已经工作了快四年。 2013年修参加了乔治小王子的洗礼仪式,并且成为了未来英国国王的教父。 而修的母亲纳塔利亚则是威廉王子的教母,足以说明这一家子跟王室的密切程度。 2016年修的父亲,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杰拉尔德·格罗夫那突发心脏病离世,享年64岁,修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还得到了93亿英镑的财产。 当时一跃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富豪,还是英国第三富有的人。 修基本上算是独享父亲的财产了,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兄弟和他竞争,他只有三个姐妹。 尽管王位继承都已经与时俱进的无论男女了,但英国贵族头衔的继承却仍然遵循男性优先、男性独享的原则,和傲慢与偏见中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修所继承的财富包括广阔的公爵领地,继而也成为了比国王拥有更多土地的人。 他在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地区的伦敦梅菲尔区,以及贝尔格莱维亚区,拥有约121公顷的土地,此外在牛津、苏格兰乃至全球各地都拥有房产。 其实不只是土地比国王多,按照最新的统计,查尔斯三世虽然已经比已故女王母亲富有的多,资产达到了6亿英镑,但根修的93亿英镑比起来,还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因为有头衔又有巨额财富,再加上还算帅气的长相,修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最光芒夺目的单身汉,想要成为他的新娘的女孩也是数不胜数的。 不过修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很谨慎的,他几乎不公开自己的行动轨迹,除了父亲在适时举办的一场耗资500万英镑的生日派对之外,并没有其他更为轰动的事情了。 那是修的21岁生日派对,邀请了包括哈里王子在内的800人参加,活动很盛大,但媒体却被禁止参加。 而在受教育方面,修和其他的世袭同龄人也有些不同,那就是他是在公立小学接受的教育。 后来他在自家庄园附近的一所私立走读学校完成了中学阶段的教育,最后相继在纽卡斯尔大学和牛津大学完成了乡村管理方面的学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